公元1799年,乾隆帝刚刚去世,嘉庆就命令大学士王杰整理和珅的罪状,并且将和珅下狱,查抄和珅的家产,在几天以后,嘉庆赐白龄一条给和珅,和珅在于中用白龄结束了自己的一生,关于和珅被杀的原因有很多,下面小编就为大家梳理和珅被杀的原因,和珅为何被杀?贪污并不是真正原因,却另有隐情让嘉庆起了杀心。 大家好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,许多历史爱好者受影视剧的影响,可能会误以为和珅被查,被逮捕,被刺死,是因为贪污,其实,这是对历史一个极大的误解,和珅不是死于贪污,而是死于在官场战错了队,他得罪了自己的新老板嘉庆皇帝,这才是他真正的死因,贪污只是治和珅的借口,战错队,才是和珅被杀。 被查的原因,事情是这样的,当年乾隆皇帝在世的时候,和珅是乾隆的宠臣,当时的乾隆爷非常信任和珅,大家知道为什么吗? 其实,客观的说,就是论事,和珅确实是一个能干的大臣,和珅这个人,待人,介物,办事,处理各种复杂政治,其实都是一流的好手,所以乾隆爷才那么的信任和珅。 只是呢,这个世界上无论多么聪明的人,都总有做错事的时候,和珅,就是因为做错了事,得罪了嘉庆皇帝,举几个势力。 有一天,乾隆皇帝决定,立于衍为太子,于衍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,夏文统称嘉庆。 这个和珅呢,他跑到嘉庆跟前,对嘉庆说,你知道吗?皇上刚刚立你为太子了,你要多谢我,因为我一直在皇上的耳边,说你的好话。 和珅自我感觉良好,他认为他说这话,是很聪明的表现,年轻的嘉庆听了,也假装和气,呵呵一下。 但是,在嘉庆的心里,和珅这个时候,已经得罪嘉庆了,两个原因,第一个原因,当时满清是秘密建储制,乾隆皇帝立嘉庆为太子,和珅知道也就算了,按照律法,他不应该告诉嘉庆,不应该到处说,否则,会在嘉庆登基之前,给嘉庆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压力和麻烦。 第二个理由,和珅竟然敢对嘉庆说,因为我一直在乾隆的面前说你好话,所以乾隆才立你为太子,这句话令嘉庆十分反感,也为嘉庆作为未来的皇帝,十分忌讳你一个臣子向皇帝邀功。 向来只有皇帝向臣子施恩,没有臣子主动向皇帝邀功的,和珅犯了大忌,而他却丝毫不知道,后来乾隆死了,嘉庆立马逮捕和珅,宣布了和珅二十条大罪,其中第一条,就是说的这个是,嘉庆的原文,是这样的, 真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,蒙皇考册封皇太子,尚未宣布御旨,而和珅于初二日,即在阵前先帝如意。 露血机密,居然以拥戴为公,其大罪一,而事实上,和珅得罪嘉庆,还远远不止这一件事,还有更严重的,乾隆皇帝年老的时候,把皇位善让给了儿子嘉庆,乾隆退居幕后,做太上皇了,这个时候,和珅聪明一世,糊涂一时, 他并没有认清楚,嘉庆才是他未来的老板,而和珅呢,仍然整天跟在太上皇乾隆爷的屁股后面,做乾隆的代言人,根本没有把未来的老板,嘉庆,放在眼里,举手投足,老气横丘,这一切,年少气盛的嘉庆,全部都看在眼里,不满和仇恨,早已深埋在嘉庆的心中,在嘉庆的心里,其实,他想杀和珅,已经很久了,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, 有一次,乾隆召嘉庆的老师朱归,回京做大学士,于是,嘉庆写尽,祝贺朱归老师,这个和珅呢,竟然跑到乾隆爷那里,去打小报告,说,嘉庆这小子,还没登基呢,就开始拉帮结派了,乾隆爷听了,很生气,于是批评了嘉庆一顿,你说,和珅是不是很不懂事, 这就得罪未来的老板,嘉庆,我相信在这个时候,其实嘉庆就已经立志要杀和珅了,我打个比方,假如读者你是个大少爷,你爸爸是个大地主,你爸有一个最宠信的管家,你管他叫申叔, 这个申叔呢,他一直没整明白,你爸总是要死的,未来的主人,不是你爸,而是你,可是呢,这个申叔,在你爸没死之前,依仗着你爸的权威,整天在你这个大少爷面前,老气横丘,不可一世,而且还整天在你爸的面前,说你这个大少爷的坏话,你说,这样的管家申叔,是不是犯傻了? 你说,将来你爸过世,你第一件事,是不是要狠狠整一下这个申叔,对,这就是当年和珅的故事,结果呢,乾隆一死,果然,仅仅隔了五天,嘉庆就下令,逮捕和珅,抄家,并且赐和珅自尽,而至于后来查出来和珅的一大堆财产,其实那些不过都是嘉庆杀和珅的借口,而已,和珅被赐死,第一位的原因是得罪了嘉庆皇帝, 第二位的原因才是贪污,得罪老板是主要原因,假设他和嘉庆皇帝的关系搞得好,嘉庆就算知道和珅巨额财产来源不明,也未必会指他,就算指他,也未必会刺他死,这里面的厉害逻辑是非常清楚的,和珅下狱是,做了绝命是一手。 原文是这样的,夜色月如水街,而困不深百年,原是梦萨仔枉费神暗事,难换算强高不见,春星辰还冷月,雷泻气鼓沉对景商前世,怀菜物此身余生料,无几空腹九重人,翻译成现代中文。 是这个意思,月光如水,我和珅在牢房里,辗转无法入睡,看来我是活不到百年归老了,过去这三十年的功名,不过都是瞎折腾,在这黑暗的牢房里,未来南侧,高高的围墙,挡住了大好春光,星星环绕着冰冷的月亮,我身陷淋雨,孤独的哭泣。 前龙爷,您为什么抛下我一个人?面对着这样的境况,我默默回想往事,我这一辈子,是被才华误了,我看未来的日子,已经不多了,难过的是,我辜负了前龙爷,您对我的黄恩呢。 案件侦办期间,嘉庆皇帝在和珅家中的夹墙里,搜出黄金二万六千余粮等巨额财产,不久之后,嘉庆皇帝赐予和珅一条白领,和珅上吊身亡。 和珅是女真人,当时满清朝廷的规矩是,汉族臣子犯死罪,斩首,女真,八旗,臣子犯死罪,次次进,外行看热闹,内行看门道,和珅留给历史爱好者真正的教学是,单位里如果有一个人很受大老板的器重,并且将来很可能会被提拔,并可能成为你的新上司。 在这种情况下,你一定记住,不能在他上位之前得罪他,否则他一旦上位,第一个就是要搞你,这就是和珅留给我们真正的历史教训。 和珅虽然也是满人,但是他的父母金很早就去世了,和珅自幼非常的聪明,也知道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当上大官。 所以,和珅在上学的时候非常的努力,和珅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会了盟语,满语,汉语,藏语四种语言,这在当时的朝廷当中是非常少见的,以此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乾隆的赏识,后来平不清云当上了一品大员。 在成为了乾隆帝的红人以后,和珅开始了自己罪恶的敛财计划,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买官卖官,开设各种商铺,趁着各地闹水灾汗灾,大肆的以低价购买廉价的土地,另外他还特别的会哄乾隆。 乾隆六次下江南,没动用国库的银子,这些银子都是和珅想办法被搞来的,其实这些银子都是压榨老百姓以及一些商人所得来的,和珅也趁着这几次难寻的机会,大肆的敛财,乾隆的六次难寻不仅没有造福于民,反而搞得老百姓怨声载道,在公元1796年,乾隆将自己的皇位善位给了嘉庆,但是乾隆并没有把权力下放给嘉庆, 在乾隆当太上皇的几年里,和珅依旧受宠,和珅甚至不把嘉庆放在了眼里,在三年以后,乾隆驾鹤西去,嘉庆快速的查办并且刺死了和珅。 和珅为何被杀,贪污并不是主要原因,却另有隐情而让嘉庆起了杀心,和珅被查办的原因之一是贪污,和珅在任职期间大肆的贪污受贿,和珅在被抓之后,嘉庆立刻命人查抄和珅的府邸, 并且计算出其家产到底有多少,最后大臣们计算出来的数值令很多人瞠目皆舍,当时计算出来的家产是八亿多银子。 当时的国库每年的收入才六七千万两,也就是说,和珅的家产是国库收入的十多倍,这也令当时的嘉庆帝十分的兴奋。 其实当时在公布和珅的罪状的时候,贪污并不是最为主要的罪状,最为主要的罪状是欺君之罪,也就是对皇帝的大不敬,这也是嘉庆帝杀和珅最为主要的原因。 在嘉庆当时皇帝后,由于太上皇的存在,嘉庆的很多想法和心症都处处受到和珅的打压,最为可怕的是,皇宫里面的很多宫女太监都是和珅的心腹,嘉庆帝的一举一动。 一言一行都会受到和珅的监视,有一天早上,御膳房给嘉庆帝做了一道名菜,嘉庆帝在吃完这道菜后,大家赞赏了做这道菜的厨子,结果在下午和珅见嘉庆的时候,和珅不仅知道这道菜的做法,更知道嘉庆帝称赞厨子的每一句话,其实这也是和珅向嘉庆示威,要让嘉庆知道自己的势力有多大。 但是偏偏就是这件事情,让嘉庆下定了将来必须杀和珅的决心,因为连伺候皇帝的太监以及给皇帝做饭的厨师都是和珅的人,如果有一天和珅想杀死嘉庆也是很容易的。 和珅在乾隆后期把持朝政二十多年,朝廷内外有很多都是和珅的同党,如果嘉庆不先动手,等到和珅反应过来,那么谁胜谁负就不一定了。 所以嘉庆帝就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,也许和珅认为最起码也得等办完了乾隆的丧事,嘉庆帝才会动手,所以这也是和珅失策的地方。 在和珅被查办以后,嘉庆帝并没有追究其党羽的责任,因为嘉庆帝也明白,和珅的党羽虽然众多,但是大多数都是墙头草,只要把和珅除掉,那么这些官员也会自然的效忠于自己了。 另外,当时乾隆留下的江山已经千疮百孔,需要一些官员来治理,所以就没有追究和珅的同党,和珅的被杀,贪污并不是真正原因,和珅无论是贪污罪还是大不敬之罪,是都应该受到严重处罚的。 如果和珅不骄傲自大,不欺压百姓和大臣,不欺君网上,不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,也许不会被处死。 即便这样,嘉庆帝也只是赐他狱中自尽,给和珅留了全尸,这也是清朝死刑当中最轻的一种了。 和珅自幼发奋图强,如果往正道上走,也许会是一位名垂千古名臣。 但是齐却走上了歪路,最终自是其火,正所谓善恶到头中有报,人间正道是沧桑。